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埋入灾害 眼下津津冀和周边多个省份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雾霾天气 环保部通报说 这是今年入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重污染天气 23个城市启动了红色预警 宏警期间 北京机动车是单双号要现行 还有小学幼儿园可以实施弹性教学 企事业单位可以错峰上下班 甚至是调休 环保部也派出了13个督察组 吩咐各地进行督察工作 当天就查出了三家化工企业在那排污潮标 与此时 另外一件跟这个雾霾有关的事呢 也随之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那就是北京发布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 把霾啊 列入到了一种气象灾害 据了解啊 这还并不是这个全国首例啊 在此之前 天津 河北 河南都已经把霾列入到了气象灾害来立法 不过呢 众多的专业人士 包括这个气象专家 环保专家 却纷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他们并不赞成把霾啊 列为气象灾害 首先 咱们要弄明白什么是气象灾害 根据这个气象法的定义 气象灾害呢 它指的就是台风 暴雨 暴雪 寒潮 大风 以及沙城暴等等 这些极端气象情况引发的灾害 它们呢 就属于天灾 是大气物理过程引发的 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咱这个霾呀 它虽然自古就有哈 但人们现在经历这个雾霾吸尘啊 并不是自然条件导致的 它恐怕可能是人祸 是人类排放的污染物引发的 它是可控的 是可制的 不能每一次你都靠风来把它刮走啊 有专家就说了 如果买属于一种气象灾害 那么其他的大气物染 像什么酸雨呀 光化学烟雾啊 那是不是也可以定义为这个气象灾害呢 除了这个学术上的争议 人们更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改变霾的定性 会不会影响到咱相关部门制霾的力度 你看啊 霾它都成了气象灾害了 那罪魁祸首老天爷呀 从逻辑上来说 就等于啊 把人为污染的责任 转嫁给了老天爷啊 这从法律上来说呀 适用的就不再是什么大气污染防治法了 而是什么呢 另外一部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它具体来说那应该是第二十二条 是这么规定的啊 说加强大雾霾多发区域的监测设施建设 做好交通疏导工作 那是不是意味着咱环保部门就没什么责任呢 只需要做好监测 做好什么交通疏导就OK了 此外 排污企业那是不是也有挡件排了 甚至能够依法脱责呀 毕竟嘛 这雾霾气象灾害 你还能怪它在那排放污染物吗 当然了 北京相关部门就强调 把霾啊 列为气象灾害是为了强化防灾减灾的意识 提升它的应激处置能力 并不会改变目前的治理工作 有专家就说了 就算要给霾定性列为气象灾害 那也不太合适 实在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给它呀单列出来改为气象灾祸 那又恰当 也有警示效果 最近有人爆料 说成都一小学的家长啊 一个微信群啊 班主任在群里向家长传达上级的通知 说雾霾天里啊 该校师生一律不许戴口罩来上课 理由是什么呢 只要心中有阳光有氧气 雾霾终究会散去 之后当地就回应说 戴口罩与否是师生的个人选择 任何学校啊都不应该静止 为了应对雾霾天气啊 不少人都开了药方啊 比如有些个药店 他开出来的是雾霾偏方 说干柠檬干金菊用水熬成一碗 扶持可防雾霾 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也许啊能起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吧 要我说把霾列为气象灾害 也算是一种备受争议的偏方 用偏方来防止雾霾 那疗效可能也是灰蒙蒙的一片 看不太轻啊 欢迎回来 最近啊 国航一架飞机从这个北京飞往海口 这都已经飞了一个多小时了 结果呢机长一声令下 返航又飞回到北京了 这可不是什么因为飞机出了故障 而是因为这飞机上啊 有两名乘客在那打架呢 据了解打架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一些个琐事啊 起了冲突 其中一乘客说了一句 你坐过飞机吗 结果呢 两人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 其中一位的美股啊 还被打出血了呢 把周围乘客是吓得不轻啊 这返航之后 这两位就被警方带走了 最新的消息是 这两位啊 都被处于拘留十天的处罚 可以算是顶格处罚了 业内人士啊 就表示乘客 因所事冲突导致飞机返航 这不仅让航空公司啊 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那更致其他乘客的利益于不顾啊 你像这一次的航班 原本乘客上午十点就能抵达海口 可就因为这是给闹的 最后啊 磨磨蹭蹭到下午三点 才到呢 那心情是可想而知啊 这么一件事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有人就想问呢 这两名乘客的冲突 真的有必要做返航处理吗 这一去一回的 真的是太耽误事了 对此呢 专业人士就解释了 说飞机在天上飞行期间 关于飞行的一切指令 机长有绝对的权威 具体到这件事情当中啊 那乘务员就说了 两名乘客打架的时候 当时已经进行了劝解 也想办法把他们拉开 但没用啊 最后啊 还给打出了美股出血了 这已经不是我们空乘人员 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呢 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机长 有乘客呢 也站出来表示 说当时机上广播啊 有询问乘客当中 有没有医生 你看 一方面是打架这两位 已经威胁到了航空安全 第二呢 这美股受伤那一位 也需要急救啊 可当时呢 在飞机上没有找到医生 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 所以机长就做出了一个返航的决定 说来说去啊 这事呢 都是这两位乘客给闹的 你说说 就为一点点小事大打出手 而且呢 飞机上打架都这事还真不少 你像这事发生后没多久 有人就在网上爆料 说自己所乘坐的那个航班 因为有人想要换座位 结果呢 也打架 导致飞机不能够正常的起飞 两名乘客也被带下了飞机 你看这还算好的啊 是起飞之前 要是到了空中 指不定他也得返航啊 说实话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但是呢 远远没有形成现代化的素质 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飞机文明 你到百度书这个关键词 飞机打架 能跳出两百多万条链接来 而一旦发生了空中打架斗殴 轻则是航班延误 重则呢 像刚刚说的要被迫返航 虽然前面打架这两位已经被拘留了 但其实呢 根据相关的规定 真要追究起来 他们就不止拘留 那么简单 你像由于返航 这航空公司需要多支付一些成本 航空公司他完全给索赔 其实啊 在国外飞机上闹事 那可是非常严重的大罪 在美国 这警察呢 会直接上飞机进行执法 如果发生打架斗殴 最高可判20年 相比之下 咱们这违法成本 那就比较低了 一般的小打小闹 基本就劝劝不了了之了 只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才会有所处罚 它根本就起不到真正的警示作用 在这里啊 我们就想说 对扰乱航空秩序 威胁到航空安全的人 咱们就应该让他付出高成本的代价 唯有这呢 才是保护公共安全的导航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难度收看 文章标题 驯鹿拉不动圣诞老人 圣诞节就快到了啊 小朋友啊 都期待着驯鹿拉着圣诞老人 给大家送送送礼物啊 有国外媒体就报道说呀 说今年的圣诞老人啊 可能得多少几只驯鹿才能够拉动那个雪橇 根据英国生态学会发表的一份报告 说驯鹿的体重呢 正在下降 它的体力在下降 拉不动咱圣诞老人了 这研究就发现啊 说2010年出生的驯鹿啊 成年后那体重呢 只有48公斤 但1994年那个时候出生的驯鹿呢 体重是可达55公斤 那也就是说这驯鹿平静啊 这个减轻了7公斤的 这看上去并不多 但体重对驯鹿的繁殖生存都有重要的影响 成年驯鹿的体重如果低于50公斤 那他们的总数啊就会减少 驯鹿体重减轻 原因啊就在于全球变暖 北极去年的这个地表温度啊 比一个世纪前是高出了将近三度啊 这就导致降雨量的增加 你下雨结成了冰啊 这个驯鹿呢就吃不到第一了 表皮覆盖了 在漫长的冬季第一 那是驯鹿主要的食物啊 吃不饱 那体重自然就要下降 早前的研究就显示 说2013年到2014年 地面结冰导致西伯利亚6万多驯鹿饿死了 去录因为全球变暖 他就变瘦了 看来啊圣诞老人要减肥了 好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辽宁省阳最低气温已经是零下20度了 河面呢都接了厚厚的一层冰 不过再人也挡不住大爷大妈想健身的脚步 你看啊他们竟然召开了冰面 然后呢游起了冬涌 瞧瞧这大爷大妈的生姿 我得乖乖 那是大写的福啊 英国一姑娘厌倦了单身的生活 她就自己啊 用黏土制作了七个男朋友的头部泥素 每个男友都有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发型 她还绘制出不同的背景呢 幻想着与他们约会的场景 你看这个是和男友在野餐 这和男朋友在旅行 还有这个和他的男友啊牵手了 哎呦七个男朋友 一周他都不带重样的 咱就祝福啊 集齐了七个假男友 能不能换出一个真的男朋友 杭州西湖边的小松鼠 因为太可爱 来往游客呀 是纷纷给他喂食 结果呢 因为游客太多 这松鼠啊 有来者不惧 哎呦吃的太多 小松鼠呢都胖成大龙猫了 在这呢咱就想说一句哈 松鼠虽然可爱 但也禁不住您游客这连绵不绝的爱的供养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替跑 前不久西亚门举办马拉松 两名跑者呢 猝死 主办方就发现 其中一个猝死者啊 他是替跑的 他本身并没有跑马拉松的能力 这么一件事呢 就让马拉松替跑 引发了关注 那圈外的人就很不理解啊 你跑马拉松 真难啊 为什么还要敢去替跑呢 那圈里的人 人家就懂了 介绍说 说马拉松比赛的名额啊 越来越紧俏了 满足不了跑步爱好者的需求 有一些替跑者呢 他有马拉松的实力和能力 也报了名 但运气不好 没有中到签 而其他中了签的呢 可能因为临时有事啊 或者状态不好 无法参赛呀 于是呢 就转指标 给了愿意跑马的人 这种替跑啊 是很多人都能够理解的 那有跑友就说了 临时有事走不开 那转给那些符合条件的其他人跑 总比给黄牛炒票要好吧 不过 曾经无伤大雅的这个替跑 如今呢 还真就催生了地下市场 有人替跑 是替别人去当枪手 跑出一个好成绩 为的是什么呢 高考可以加分 甚至都可以保送 你像几年前 也是厦门马拉松 报名者当中 有十多个来自山东一所学校 都跑进了前一百强 高中生这么能跑 当然不是 找专业的来替跑的 跑出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成绩 就可以保送 或者是怎么样上大学了 你跑出二级运动员的成绩 能够加分呢 不过呢 这个现象后来就得到了遏制 中国田径协会 制定了一个新规则 二十岁以下的高中生 不能报名 不能用来 成绩 还有的人替跑呢 人家图的是呢 奖金啊 今年韶管马拉松 男子第一名也被报 是替跑 组委会呢 随即就取消了他的成绩 取消了他的奖金 还有之前的上海马拉松啊 男子组几十位选手啊 成绩几乎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网友就怀疑啊 可能替跑者奔着奖品而来 因为呢 比赛的前一百名选手 会奖励名牌运动协议双 还有的人 雇这个替跑雇枪手啊 是为了刷自己的成绩 因为一个好的跑马成绩呢 是通向更高级别赛事的 一个敲门砖 你比如北马上马 他都设置了精英报名通道 男子三小时二十五分钟之内 女子三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内 达到这么一个成绩 你到了第二年 就不用再去抽签了 直接获得参赛的资格 此外 你像波士顿马拉松 这样的国际顶级赛事 报名的门槛就比较高 不少人呢 达不到那要求 又想去跑波士顿马拉松啊 那于是呢 就想到了找一个替跑 刷出这么一个合格的成绩来 其实啊 马拉松替跑啊 也不是咱们国家独有 大名鼎鼎的波士顿马拉松啊 也发生过替跑的事件 要有热心的跑友 还设计了专门的程序 来揪出替跑者 但凡有替跑的呀 其他参赛者的权益 那当然就受到了损害 因此呢 揪出抓出这个这个替跑 最积极的呢 也是这些人 甚至比你组委会还积极呢 今年的上海马拉松 就有跑友上传照片 来抓这个替跑 你比如这位啊 五三四六号选手 这位三零二零号选手 他们都是男选手 但他们最后的成绩呢 却出现在女子主义来啊 很明显 这是在替跑 再后啊 组委会根据这个举报 就发现了七名替跑选手 取消了他们的成绩 其实啊 替跑不仅仅影响到 马拉松比赛的公平性 他还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你让一个没有跑过马拉松的人 替你去跑 这不坑人吗 你看这一回 厦门马拉松替跑者猝死 他这个家属啊 据说正在考虑 要起诉 给他转让参赛资格的人 替跑猝死事件之后 中国田径协会呢 也发了通知 说以后一旦发现替跑 那是终生竞赛 看来啊 马拉松替跑 弄虚作假 你迟早啊 跑不了 欢迎回来 跑步是一种越来越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啊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小众 却又蛮新潮的生活方式 来看瞭望东方周刊 这文章标题是 城市新木匠啊 在大城市一些白领在工作之余啊 他干起了活 干什么活呢 木匠活 这文章啊 采访到了一位父亲 为了女儿自学成才 爱上了木工活啊 说女儿出生之后 她想买一套既好看 又环保的石木家具 可逛遍了市面上的家具市场啊 都没有找到何心意的 他就决定 咱自己来做 之后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个功课 学相关的知识啊 泡论坛啊 看视频啊 学教程啊 主要是看国外的一些网站啊 国内相关的东西呢 其实不太多啊 学完之后呢 设计下料 亲手打造 用半年的时间 做成了三件家具 还有一些人 他做这个木工活呀 不是为了打家具 而是把它呢 作为一种爱好 你看去年 马云的湖畔大学开学 第一节课呢 就没走寻常路 马云呢 他带36名企业家去干嘛呢 做木工活 湖畔大学的木工课呀 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有人说 明明是商学院的基调 却走成了蓝祥的路数 这么一堂课 之后呢 木工坊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其实在不少城市啊 都开始出现木艺教室 在这呢 你花一天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一件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你比如你挖个木勺啊 那就是入门级的木作啊 一块木头 一块木头经过几小时的打磨 慢慢就变成了一把质朴的勺子 这个过程呢 挺让人痴迷的 然后济南 有一家木工坊 他提供的课程就包括木工进阶板 比如学做一把椅子 学费呢 其实不便宜啊 得两万呢 两万块钱 你想可以买多少把椅子啊 但真就有人报名来学 城市新木匠 那是在木作里找到了生活的艺术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平板教学啊 现如今在一些学校呢 用智能设备上课啊 在互联网上学习啊 这种数字化的教学模式呢 已经成了一个常态了啊 哪里不会 哎 你点一下哪里 早就不再是一句广告词了 而是呢 成了现实 只不过 这数字化教学啊 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你说最近啊 山东周平县黄山中学 将要推行一个平板教学啊 就要求这高一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呢 得交两千八啊 买那个平板电脑 这不少家长就有点犯嘀咕了 两千八 哎呀 我的天哪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 这家长正犹豫不决啊 要不要交这个钱 没想到的是啊 这学校方面呢 他不催家长 催谁呢 催学生啊 让学生排着队 给家里打电话 然后呢 让同学啊 去催自己的爹妈吧 在这样一个公式下 有一千多学生就交了钱了 本来嘛 教育改革那是好事 借助新工具 借助新手段 无可厚非 但你至少应该公开透明吧 二话不说就收钱 而且收的还不便宜呢 两千八 您别说是一个县城 就算是大城市 也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个财力啊 对此呢 这学校一开始就解释 说钱不是学校收的 是这个项目的企业来收的 咱学校啊 不算违规 后来又说啊 说这个这个买平板电脑啊 它属于自愿的行为 班主任在做工作的过程中 可能是稍微急了一点啊 催促了一点 存在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 但咱呢 绝对不强制啊 随时可以退钱 随时接受您的这个监督 不过这样的回应 并没有能打消公众的疑惑呀 钱是企业来收的 学校你就不违规吗 问题是 如果不是学校为这企业 大开了方便之门 这企业又如何能 其他一举的进入到校园 在那卖平板呢 在这么一种学校搭台 企业数钱的模式当中 校方真的就是清清白白的 跟着企业没有丝毫的利益纠葛 恐怕不会吧 这一说到自愿 那更是打脸了 让孩子排队打电话 这也叫自愿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这世界上就没有 不是自愿的乱收费 在这呀 我们也想说哈 两千八的平板费 如果说不清道不明 那你可就别怪公众在那拍砖了 数字化教学可以有 但你呀 可别指定着那钱的数字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无人超市 咱逛超市 最怕的呢 就是这个收银台啊 排着长队啊 明明只买了一袋三块钱的香菇鸡汤方便面 你排队呢 却要排上个半小时 那叫一个蓝寿香菇的啊 咱们今天要说到的无人超市 顾名思义呢 就是没有一个收银员啊 您不用排队 不用结账 直接买完东西 走人 当然了 这个并不是什么考验人性道德的游戏规则啊 因为你所购买的物品 在你走出超市那一刻就完成了扣款 而且呢 还有发票呢 是不是很炫酷啊 这呀 说的是美国的电商巨头亚马逊计划推出的一个新项目 说到这 大家肯定就好奇啊 这无人超市究竟是怎么操作的呢 说顾客只要下载一个APP 然后呢 你进超市之前 扫一扫自己的账号 就可以开始买买买了 这手机啊 它会自动监测 你拿了哪些个商品 甭管你是从货架上取下商品 还是想了想又不买放回去 都能够准确的检测出来 等你买完东西 直接离开超市就OK了 它会自动从你的账号里扣钱 要是万一你账户的余额不足 别以为你就可以逃单哈 账号在它那呀 随时锁定你呀 据了解 这样的无人超市将在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 不少人已经开始幻想 哎呀 这无人超市如果开到咱们这 那又变成什么样的画风呢 哎呀 光想想有点激动哈 在这呀 我们就想说 拿了就走的无人超市 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购物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几个瑞词 第一个表情包翻译员 现如今这个表情包的使用呢 是越来越普遍了 聊天的时候 你不甩一两个表情包都不好意思 虽然这表情包是全世界通用 各国人民都在用 不过呢 同样一个表情包 在不同的地方 那意思啊 还真不同用啊 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意思 如果一不小心你用错了 那还真不好办 所以呢 为了不造成误会 最近啊 英国伦敦有一家翻译公司 专门设置了表情符号翻译员 这么一个职位 咱们举几个例子啊 比方说 我们经常用到那个双手合十的表情 一般人都认为 这个表情是祈祷的意思 但在某些地方啊 这个表情代表的却是祭掌庆祝 你看看 这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意思 再比如 面带口罩这个表情 你再加上肌肉隆起的胳膊 这个表情 这两表情一块用啊 比较常用的意思呢 就是说生病了 正在康复当中呢 可是呢 德语翻译过来 那意思就变了 变成什么呢 沉默就是力量 而到了广东话里啊 这两个表情代表的呢 就是咱词也不说 你看看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表情 却不同的意思 此刻我就想啊 也就只有这个表情 能代表大家的心情了 好 接下来一个类词 手指充电啊 有人说 现在社会啊 有四大酷刑 排在后三位的呢 断网 减肥和早起 排在第一的 是手机没电 这手机没电排第一 想想就害怕吧 所以现在很多人出门呢 是必备充电宝 不过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以后啊 充电宝也不用带了 你动动手指头 就能给你的手机充电了 说这个最近 美国科学家设计出了一种 低能耗纳米发电装置 能够把人滑动 按压手机屏幕的那个力啊 转化为电能 咱换句话说 在你每天刷屏刷屏刷屏的时候 其实呢 就在给你的手机啊 在那充电呢 研究人员就说了 从刷手机这一动作当中 获取的能量 能足够供你智能手机续航一周 你看看 动动手指头 就能为手机充电 这还真是方便快捷 只不过咱就担心啊 现在这低头组是越来越多 有了你这个手指头充电 低头组就更理直气壮了 谁说我是在那玩手机啊 我只是在充电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发提多 咱明天中午一夜的出品